准备路坑绝区林的神宝们注意了 米哈游终于是分了 鹿就送180抽 这还不算完 大伟哥还给各位带来了300元时兑换码 就在刚刚绝区林官方前章直播结束 米哈游与大伟哥彻底放飞自我了 哦对了还有小李哥 除了以上公测福利外 绝区林公测还将增加更多王法 更多福利以及全新角色 全新地图 全新阵营 虽然是两位全新时装角色 派派与露希 派派是物理属性 异常职业角色 多小的身躯 拿着比身体还高还大的斧头 派派可以通过持续攻击敌方积累最终伤害 直接终结比赛 而派派也是全新阵营卡里东之子中的司机 至于露希是火属性资源职业角色 也就是辅助 可以给全队角色提供争议效果 看起来好像是小泰妹的人设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 绝区林这款游戏就算是A级角色 有专属大招动画 真是帅到爆了 然后就是1.0版本的卡池确认 上半卡池为爱莲桥 限定强攻职业角色 她的持续出生能力极强 同时大招也有不错的爆发伤害 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轻松终结比赛 下半卡池会在7月24日开启角色为朱渊 作为限定以太属性强攻职业角色 她的爆发伤害全游最高 没有任何敌人可以扛住她的谢弹枪连色 如果有一定是练度不够 那么这两位角色要抽谁呢 我主观认为爱莲优先级大于朱渊 虽然她们手感都很好 但是爱莲更加无脑且粗暴 只要会冰附魔就可以了 但是朱渊需要考虑的就非常的多了 其实就是本次的公测福利 玩家登陆就送180抽 其中80抽为斑步卷 100抽为角色卷 同时完成相关活动 还能直接获得A级角色路西 随后再通过完成 绝区灵游戏内的剧情与活动 还可以直接获得角突兀的比例 安比尼可 家政团的可灵 百起重工的本 对空的参角 与此同时还有大尾阁代的 300飞灵兑换码 也千万别忘记领取 最晚领取时间为7月11日 还有一件事 就去那帮布卡池 不会歪了 玩家可以随时指定 获得自己想要的帮布 并且替换帮布的时候 也不会重置之前的次数 这就是全新玩法 与全新区域了 之前各位封闭者 神宝们的体验区域 还不到公测时的一半 在公测版本 我们还将体验到更多的区域 以及全新的主线 前面提到的角色们 都将在第三章的全新主线 以及第二章的全新支线中出现 并且我们再也不愿睡沙发了 可以直接在录像店的二楼 睡大床铺 真是美好且舒爽 同时 香亭市的地图区域内 也增加了许多宝箱 可以给我们玩家们提供奖励 这部分内容直接参考 新帖即可 非常简单 那么以上精彩视频内容 到底就结束了 学习公月资讯整活 看红屋集就足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因为大家觉得我这辆玩具车 要通绝去你的哪位角色呢 我们下期视频